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句秀义 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做会,说一句 我是Lisa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句秀义是 一句 甘愿做乌,不怕无礼堂团 Lisa,你是怎样? 怎会看起来没什么真心? 没啦,就在买热 我是说等买热的时候去找一个头脑 探一些收费,刚好我有东西想买买 这样喔,结果呢? 唉,结果我早去两间餐厅面市 都让人记转 去三间丘乡面市 也全部都让人记转 我可能找不到头脑了 我看这个小卷也是在家里睡得好 唉呦,你也这么紧到风气 人家说甘愿做乌,不怕无礼堂团 只要你轻做,不怕艱苦 就一定找到头脑的啦 好,这样我知道了 谢谢你,我会继续去找 Lisa,你头脑找到怎样? 敢没找到? 有咧?我现在在一间小间餐厅在洗碗 虽然薪水没说太多也很疼 不过头脑说我如果表现了好 就会把我加心喔 是喔,这样不错喔 凶喜利呢 敢管做乌乌,不怕无礼堂团 意思是在说,不管做什么行业 只要轻轻手乌 不怕辛苦,轻做,轻打拼 只要不怕无机会,找无头脑的无事 有,让人的印象是 努力,可可,负责时代,一步一刻印 永远都不会放弃 台湾,他们尊时都压社会 很多人都靠仓来吃鸡 有,是农民最好的朋友 也到来餐,到做事 所以他们尊时就说 只要你跟母同样 轻做,不怕困难 不怕心控 轻打拼就不怕无事 可以做 好,大家应该有了解 甘愿做乌,不怕无礼堂团 是什么意思喔? 最后用一句话 来跟这句称议说出来 甘愿做乌,不怕无礼堂团 只要轻轻手乌,一定找无头脑 继续打拼,后来定点的出头天 今天这句甘愿做乌,不怕无礼堂团 介绍给大家知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清晰 无一样 有不怕辛苦的情形喔 我是Lisa,今天云朵 就到这一句甘愿 我云朵为了我 现在的分享出去 每个电话观众 不然不是一个电话的会训练 都可以收拾什么东西喔 另外Lisa也有推述和Instagram 也欢迎大家放一个赞的哦 好,安娜老姐再播再会